她为母亲招了一位上门女婿 但并不幸福 第二次婚姻她遇到真爱 母亲却百般阻挠逼她离婚 百般刁难她的母亲 为什么要对自己已经二婚的女儿苦苦相逼 还不惜一切地要强行拆散女儿的婚姻呢 自私的母爱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2017年8月的一天 北方某城市从一幢居民楼里 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争吵声和哭泣声 这房内一个年轻女子正声泪俱下地 对着一个中年女人哭诉 妈 我已经离过一次婚 如今再婚才一年 这日子过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逼着我再离婚 而那个中年女人 这坐在地上唇胸顿足地说 我不管 我一个人辛辛苦苦养了你三十多年 如果你还这婚就一定得离 要不然我们断了母女关系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这个中年女人名叫蒋雪茵 她的女儿叫李婷 二十多年前 蒋雪茵生下女儿没多久 丈夫就因病去世 后来蒋雪茵虽然有过再婚的念想 但是当对方听到 蒋雪茵是要带着女儿再婚 大都是不情不愿 为了不让年幼的女儿受委屈 成为别人口中的脱油瓶 蒋雪茵干脆放弃了再婚的打算 一个人含辛如苦带到了女儿 李婷知道母亲的辛苦 从小就乖巧懂事 学习优异 在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白领 女儿的长大成才 让蒋雪茵是欣慰不已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工作好几年的李婷 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令人着急 这李婷是聪明漂亮 婷婷玉立 怎么就成了圣女 其实这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李婷 而在于蒋雪茵的要求实在太苛刻 因为蒋雪茵要招上门女婿 这婚后生的孩子还得随女方信李 这个条件把那些 以李婷情投意合的小伙 都给吓跑了 李婷很孝顺 不想违背母亲蒋雪茵的意愿 所以就坚持按这个条件去找男朋友 结果是高不成低不就的 这一来二去把李婷 认真真给耽搁了 转眼李婷就快到三十 可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眼瞅着女儿没法完成婚姻大事 蒋雪茵这每天都是忧心忡忡 她既不想耽误女儿 可是她又不想改变条件 每天看着女儿上班下班 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蒋雪茵看在眼里 心里却不是滋味 但是她也无法接受女儿 一旦嫁出去 自己一个人生活的结局 就在蒋雪茵左右犯男的时候 一个小伙子的出现 让她眼前一亮 当时蒋雪茵下班买菜回家 因为疫情想着女儿的婚姻大事 这心不在焉 她一个不小心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幸亏单位里边 一个叫周波的小伙子路过 把蒋雪茵送进了医院 经诊断 她是小腿粉碎性骨折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周波得知情况以后 她就安慰蒋雪茵 说在李婷赶来之前 她可以来医院照顾蒋雪茵 毕竟这手术不能拖 听到周波这话 蒋雪茵很感动 就这样 蒋雪茵接受了手术 随后的几天里 这周波就一直在医院 帮忙照顾 对于这个忙前忙后的热心小伙 蒋雪茵是看在眼中 洗在心里 暗暗感叹 四个家就缺这样勤劳 肯干的上门女婿 蒋雪茵得知周波比女儿大两岁 现在还是单身 她在心里边就开始有了主意 想找个机会 戳合戳合 话说十几天后 这周波到家里边来探望蒋雪茵 蒋雪茵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周波 直接了当询问周波的意思 听到这个消息 周波是惊喜不宜连连点头 其实周波早就看上了李婷 只是因为她是个外地人 这家庭条件又不好 而且她还是个初中生 觉得自己压根就配不上李婷 所以不敢有非分之小 现在蒋雪茵开了口 让她去做这个上门女婿 其实啊 别说上门女婿了 就是做牛做马 她也愿意啊 蒋雪茵听到了周波的回答 她在心里边乐开了花 蒋雪茵听到周波的回答是满心欢喜 她马上给女儿李婷打了一通电话 让女儿早点回家 接下来 蒋雪茵就开始盘算着 怎么说服女儿李婷 那么她的女儿李婷 会听从母亲安排的这门亲事吗 当蒋雪茵把这个想法告诉女儿的时候 李婷那是抵触反对 因为她压根就看不上周波 可是母亲总是一把鼻底 一把眼泪 诉说着过气生活的不意 还说这孤儿寡母的 一定要找一个心地善良 性格温厚的小伙子 才能够托付终身 眼下呢 这周波就是最好的人选 在母亲这反反复复的 劝说和催促下 李婷最终让了步 接受了母亲眼中的好女婿周波 凑合着结了婚 李婷打心底里 不喜欢这个沉默寡言 唯唯诺诺的丈夫 两个人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这婚后 李婷经常对母亲埋怨 周波的各种不适 可是母亲却对周波是赞赏有加 总劝说女儿要懂得珍惜 婚后不久 李婷怀孕了 周波对李婷更是言听计从 照顾有加 随着儿子小康的出身 李婷也只好接受了婚姻的现实 李婷婚后并不幸福 偶遇初恋男友让她做了一个决定 李婷不顾母亲强烈反对 离婚后很快就与初恋男友结婚了 李婷新婚不久 她的母亲不但上门抢破女儿离婚 还与女儿的关系彻底撕破脸 她们母女之间道路发生了什么事 自私的母爱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日子一天天过着 平淡如水 而李婷跟周波之间 沟通并不多 似乎除了孩子 两个人基本上就无话可说 李婷知道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曾经试图去改变 她想改变周波或者改变自己 但是一番努力之后 李婷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 其实生活什么都改变不了 这让李婷的内心很失落 就在李婷以为自己 只能够这样一生不变过下去的时候 一个男子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李婷的生活 那是在李婷结婚后的第五年 李婷在同学聚会上 遇见了曾经的大学初恋男友 陈国浩 陈国浩是家中的独子 当年他不愿意做上门女婿 因此在大学毕业以后 两个人就被迫分手 后来陈国浩就出国留学 两个人失去了音讯 现在李婷得知 陈国浩这些年 对自己始终是旧情难忘 一直单身 而且刚刚从外地调来这个城市工作 李婷不禁感慨万千 其实他对于这个初恋 又何尝不是念念不忘呢 就在这推杯换展 窃窃私语之间 这网日的爱火 似乎悄悄地回来了 这让李婷很欢喜 很愉悦 聚会过后 陈国浩就不断地向李婷示好 总是营造各种浪漫的场景 跟李婷见面 李婷还以单位出差为由 背着母亲和丈夫 偷偷地跟这个陈国浩出外游玩 重温就梦 初恋男友陈国浩的再次出现 让李婷重燃了生活的希望 在爱情中的李婷 对于自己沉闷压抑的婚姻生活 早已心生厌倦 她决定要为自己活一把 摆脱那段没有爱情的婚姻 追求自己的幸福 就这样下定决心的李婷 向丈夫周波提出了离婚 可是李婷这个想法 却遭到了母亲强烈的反对 蒋雪英指责女儿 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像周波这么好的男人 那打着灯笼都难找 母亲这话让李婷 忍不住把这一肚子的委屈 都吐了出来 妈 如果不是你 我绝不会和周波结婚 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她 她只是你眼中的好女婿 却不是我心中的好丈夫 现在孩子也生了 你的要求也达到了 我现在必须离婚 我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李婷的这番话 说的是斩钉截铁 周波眼看自己 实在是无法挽回 一心追求爱情的李婷 这无奈之下 她同意离婚 就这样 虽然在李婷心中 觉得自己对不起周波 可是最终两个人 还是以协议离婚收场 这孩子小康 由李婷抚养 几个月后 李婷就跟陈国浩登记结婚 李婷还向母亲提出 她打算带着孩子 从家里搬出去单独居住 李婷的这个要求 让蒋雪茵很伤心 要知道 这女儿出生后 也就读大学了会儿 离开过自己 后来李婷就从来 没有离开过家 现在女儿居然要搬出去 彻底分开住 这蒋雪茵认为 肯定是陈国浩的主意 蒋雪茵赖着性子 劝说并且希望女儿留下 但是李婷坚持说 工作忙碌 要搬到单位附近居住 无奈之下 蒋雪茵也只好对李婷说 儿大不由娘 你想搬出去 我不拦你 但是小康你不能带走 毕竟他从出生开始 就没离开过我 我舍不得 你把小康留下吧 李婷看着母亲伤心流泪 她自己啊 这心里也不是滋味 最终点头答应 就这样李婷搬了出去 这诺大的房子 就剩蒋雪茵和小康 这一劳一寿 日子过得是格外的冷清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蒋雪茵还是习惯性的 每天守在窗户边 希望能看到女儿回家 可是每天等待的失望 让蒋雪茵将所有的愤怒 归咎于新女婿陈国浩身上 是这位新女婿 把女儿从她身边抢走了 那么蒋雪茵和李婷 两人的母女关系还能够和好无处吗 话说这李婷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家看望 这小康吵着要妈妈 蒋雪茵就琢磨着 干脆这个周六 我自己带着孩子一块去女儿家看看吧 周六一早 蒋雪茵去菜场买了一些女儿喜欢的菜 坐着公交车就上门去了 蒋雪茵本以为女儿女婿 这个时候应该还在家睡懒觉 可没想到 自己这还没进门 就听到了女儿跟女婿 在房间里边是你一言我欲语的 在商量着 要给自个儿找个老伴 原本就心有怒气的蒋雪茵 一听到这话 这瞬间就点燃了心中的路火 自己守寡多年 现在女儿 却能想让她再嫁 分明就是嫌自个儿碍事 要把自己一脚踢开 这个女儿算是白痒了 蒋雪茵怒气冲冲 推了门就闯进去 指着女儿女婿就大骂 可怜我一早就买好菜 带着孩子来看你们 没想到 你们在背地里边 就要这样把我踢开 李婷夫妻没有想到 这蒋雪茵一早会突然上门 还听到了他们夫妻俩之间的对话 李婷赶忙解释 不是的 我怎么会把你踢开呢 我只是想着 你有些孤单 如果有个伴 生活能够开心一些 蒋雪茵却是暴跳如雷 劈头盖脸又是一段臭骂 我如果想找伴 这二十多年前我就找了 用不着你们来帮忙 你如今长大了 嫌弃我了 如果我早知道会这样 当年我还不如随你父亲去了 也落了干脆 陈国昊慌忙上前劝说 妈 你误会了 我们是真心想让你过得幸福 没别的意思 听到陈国昊来说话 蒋雪茵更是路火中烧 你别在这里冲好人 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的主意 我们之前一家人好好的 自从你来了 就给我女儿天天灌迷魂汤 她现在什么都听你的 铁了心离婚嫁你 你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这陈国昊急于要做解释 可是李婷担心 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赶忙让陈国昊带着孩子小康出门 李婷就一再向母亲解释 说这事儿以陈国昊无关 是自己提出的建议 真的不是想踢开母亲 她只是希望 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开心幸福 这渗路之下的蒋雪茵 哪里听得进李婷的解释 坚持认为 这就是女婿陈国昊搞的鬼 所以蒋雪茵要逼着女儿离婚 而李婷呢 她痛哭流涕 不愿意接受 母女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 于是这才发生了 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母亲蒋雪茵不停地哭诉着 生活的心酸 她辛苦付出 临到老了 却要被女儿给抛弃 这是何等的伤心 她这一字一句 都直击着李婷的内心 看着歇斯底里的母亲 李婷是心疼不已 此刻的李婷开始意识到 自己再婚后 只是想寻找个人的幸福 确实忽略了母亲的感受 李婷上前一把抱住蒋雪茵 对不起 都是我不对 是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李婷向母亲表示 自己会搬回家一块住 尽量多陪陪母亲 再也不会让母亲去找老伴 以后自己一定会好好对她 过了好一会儿 在蒋雪茵才开口说 事已至此 虽然我对陈国昊 还是不满意 但是你这心里边 总算有了我这个妈 就这样 蒋雪茵无可奈何地 点头同意了李婷的要求 被孕失败的李婷和丈夫 去医院检查 不料丈夫体内 雌激素竟严重超标 丈夫报警后 又发现自己吃的保健品 出了问题 要包的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陷害丈夫 自私的母爱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很快李婷和陈国昊搬了回来 他们一家四口终于团聚了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多 大家都相安无事 可是没想到 后来因为陈国昊一个提议 掀起了家庭风波 这个家庭风波 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陈国昊一直希望 李婷能够为自己生个孩子 以前因为李婷母亲 一直不接纳自己 家庭关系很紧张 同时啊 李国昊也顾及到 孩子小康的感受 所以他没法提 现在陈国昊觉得 自己结婚也将近两年 这李婷的母亲 看起来对自己应该接纳 是时候要个孩子 李婷非常理解 丈夫的想法 两个人开始积极备孕 可是这备孕半年多 都没有成功怀孕 于是啊 李婷夫妻共同到医院做检查 几天后 陈国昊一个人到医院 去取体检报告 这医生的一番话 却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根据体检报告显示 李婷的各项指标正常 可是陈国昊 这体内的雌激素 却严重超标 医生认为啊 这雌激素超标 是他们夫妻 没法怀孕的主要原因 医生还告诫陈国昊 说如果被孕 就不能服用雌激素的药物 要注意避免 听到医生的话后 陈国昊先是震惊 之后又很纳闷 他从没服用过 雌激素食品或药品 自己体内的雌激素 怎么会严重超标呢 陈国昊开始怀疑 是不是因为工作中 得罪过不少人 有人要陷害自己呢 为了不让妻子李婷担心 陈国昊没有把真实情况 告诉李婷 而是带着那份体检报告 直接去了派出所 陈国昊带着那份体检报告 去报了警 在警方的提示下 他把自己在单位和家里边 长吃的一些保健品 药丸 食物等等 一股脑的打包交给了警方 警方对于陈国昊送来的物品 进行了化验 根据化验结果 陈国昊常吃的一款 维生素类的保健品 有问题 这款保健品里边 还有大量的雌激素 化验出来的成分完全不对 原来这才是罪魁祸首 这正规途径买来的保健品 怎么会成分不对 细心的陈国昊 仔细地打量着 这些有问题的保健品药丸 他终于发现 这药丸的外包装 跟家里边没拆包装的药丸 有些不一样 好像不是一回事 难道说 自己平时吃的保健品 被调包了 陈国昊猛地想起 近来自己吃的保健品 都是由李廷母亲亲手递上 还贴心地倒了一杯水 当时陈国昊对于岳母的这个行为 还真是受宠落惊 所以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 现在想来 会不会是岳母给她调包呢 随着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发现 蒋雪茵曾经多次到各大医院 以治疗更年期疾病为由 购买过大量的雌激素 具有重大嫌疑 因为考虑到家庭关系 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 陈国昊不想冒然让警方出手 为了揭秘事情的真相 陈国昊悄悄地在家里安装监控 一天陈国昊的岳母突然来到家里 鬼鬼祟祟地走到他们的卧室 这时陈国昊怎么也想不到 岳母竟是给她下药的人 监控录像清清楚楚地记录下 岳母蒋雪茵将保健品调包的画面 惊讶和愤怒的她 带着铁证如山的证据去了派出所 身为岳母的蒋雪茵 为什么要害女婿呢 经过讯问 蒋雪茵交代了她之所以这样做 其实是为了让女儿礼婷离婚 她一直想让女儿和前任的丈夫周波复婚 想给外孙小康一个完整的家 特别是当她听到女儿想再要一个孩子 蒋雪茵就更害怕 她很担心女婿陈国昊有了自己的孩子 会嫌弃小康 况且蒋雪茵知道 这前任的女婿周波至今还是单身 每一次周波来探望小康的时候 总是温馨满满令人动容 蒋雪茵亲眼看到了 他们父子俩在相见时的快乐 和离别时的不舍 在蒋雪茵的心中 这个老老实实的周波 才是她心中最好的女婿 蒋雪茵知道 周波对女儿礼婷始终是旧情难忘 毕竟周波是外孙小康的亲生父亲 所以她非常希望 女儿能够跟周波复婚 因为有过之前的一些冲突 蒋雪茵知道 硬逼是行不通的 要想让女儿复婚 首先必须阻止女儿再怀孕 这民思苦想的蒋雪茵意外发现 自己用来治疗更年期疾病的 雌激素药丸 和陈国昊平时里所吃的 保健品药丸 这外形极其相似 所以她才想到了 用更换保健品药丸的方法 来让女婿陈国昊不孕 以此让他们离婚 事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经鉴定 陈国昊身体遭受伤害 已构成轻伤 需要长时间调理 很快警方就将蒋雪茵 刑事拘留 李婷跟陈国昊实在无法想象 那一杯爱的茶水 原来隐藏的 居然是满满的恶意 蒋雪茵的行为是错误的 她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她调包保健品的行为 究竟构成什么罪 是故意伤害罪 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 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讲的法律支持点 故意伤害罪 以投放危险物质罪 所谓的故意伤害罪 指的是 故意非法损害 她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针对的是特定的 受害人实施犯罪 而投放危险物质罪 也就是我们过去 常说的投毒罪 是指故意投放 毒害性 放射性 传卵病病原体等物质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公众 去实施犯罪 本案中 蒋雪茵以长期 调包药物的方式 损害她人身体 最终致死女婿 陈国浩构成轻伤 这种行为伤害的对象 始终是特定的 陈国浩这一个人 而不是不特定的公众 因此 她的行为不构成 投放危险物质罪 而应当构成的是 故意伤害罪 几个月后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期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 伤害案件 最终认定蒋雪茵的行为 构成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母亲的获刑 让李婷是痛苦不堪 但丈夫陈国浩 又无法原谅母亲 在丈夫的坚持下 纠结过后的李婷 带着儿子小康 随着丈夫回老家定居 她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 不再受到干扰 蒋雪茵得知了这些消息 心中是无比悔恨 她终于明白 多年来 她总是习惯性地 以爱的名义 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女儿 这自私的母爱 不但阻碍了女儿的幸福 最终还让自己身陷淋雨 实在得不偿失 观众朋友们 我们说蒋雪茵对女儿的母爱 并不健康 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母爱 因为她总是想着 以爱的名义去掌控女儿的生活 干涉女儿的婚姻 最终酿成苦果 其实真正的母爱 应当是积极给予指导 但始终尊重子女的选择 这才是伟大的母爱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 另一个男人为了女友 偷公司的钱被当场抓住 两个男人刑满出狱后 都是为了追回 早已嫁人的女友 竟有再次犯罪 他们到底又做了什么事 不放手的旧爱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